打开豆腐堡用筷子捞一捞 豆腐的确有好几块 还有高丽菜和少许绞肉 但内容物少得可怜 民众买到这碗豆腐堡一打开很傻眼 他说是现在的豆腐太贵了吗 就算是吃两碗也吃不饱 po文说买到料很少的豆腐堡 引发网友热议 因为店家也回复说 他们的豆腐堡是走简单路线 价格高是因为配方 但网友还是认为价格太贵 是不是吃剩下的 我们实际询问业者 他们说新推出的豆腐堡 是汤式麻婆豆腐的概念 豆腐加上绞肉 还有番茄口味的汤头 看似简单 但汤头是利用新鲜蔬果 熬制一个钟头 因此反映在价格上 曾经有就是料料就这样吗 对 然后我们就说 其实我们是那个 麻婆豆腐的概念 业者说 因为每天先熬的汤头 加上精选的新鲜食材 反映在成本上 未来会事先告知消费者 豆腐堡的食材比较简单 并远买了豆腐堡 却出现认知落差 引发争议 三天熊黄启超红嘉评 高中报道